新北市林口一名15歲理性少女 已好上午用電話和爸爸說要外出買飯後 隨即失聯 經過8天搜尋 昨天晚間7點多 警方終於在桃園網友家中找到少女 帶你來聽一段警方說法 根據了解少女想出門散心 但父母親不允許想要脫離掌控 才會父親離家出走 期間都住在不同男網友家中 沒有遭到脅迫 他第一時間見到警方時 還嚇到哭出來 初步研判少女借宿期間 並未和男網友發生關係 但確切情形 還有在警方進一步調查理清